我爸刚从国内回来 给我带回来一箱子东西 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做一个开箱视频 Let's go 让咱们先看看箱子里有什么东西啊 因为我是第一次打开 首先呢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大家看 因为明年是猪年嘛 所以他给我来一个小节目 非常可爱 中国的民间剪纸 剪纸是我让我爸送来一些 关于就是说中国特色的产品 到时候可以送给我的朋友啊 教练什么的 我也不知道他们喜不喜欢 然后这个呢 也是一个剪纸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 大家看 因为我是数码的嘛 我爸找人给我就是剪了一个这样的东西 这是剪纸啊 不是画上去的 是剪上去的 所以还挺不错的 准备挂在家里 不知道为什么我爸给我带了这么多过年的东西 可能觉得我这个房间里缺少一点 中国的这种特色的气息 元素 然后大家看我这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六个充电线 因为苹果手机线经常会坏 所以又在国内买了这么一个牌子的手机线 有长的有短的 大家知道我有很多鞋吧 所以我会用这个东西来清理我的鞋 这个是油露青 我之前用过还不错 所以推荐给大家 非常非常方便 喷一下 过几分钟 然后擦掉 就非常非常的干净 这个呢就是带着刷牙缸 平时出去旅游什么的 我也不知道什么牌子 前段时间参加微博活动 微博给寄的这么一个超化大神的运动健身奖杯 其实非常非常的小 但很精致 感谢微博 这个呢是我朋友给我寄的东西 看上去像个饭盒 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咱们拆开来看看 这像是一个围裙 是围裙吗 吃饭的围裙 它吃饭的围裙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呢 怎么会有这个东西 可能是这么带的 我终于发现原来这是个枕套 大家看这边有个口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枕头放进去 给大家看 在一起以后它是这么一个东西 这样子带上 这样的话睡觉非常方便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彼的 上次呢 我给大家发了一个 就是最适合健身的几双鞋 那这次呢 我让我爸从国内给我带回来几双 因为空间有限 我只让他带了三双鞋 给大家看一下我买了哪三双鞋 飞越 我选这个飞越的配色呢 是一个这种cream 黄发白的这种颜色 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呢 非常的适合搭配这种衣服 然后有种复古的感觉 滑滑板 健身都完全没有问题 我推荐给大家啊 然后是咱们的著名回力篮球鞋 这双鞋我还没有拆 咱们大家看一下 国产神鞋 其实它的标呢 跟我搅上这双vance的话 有异曲同工之处 唯一它这边是两条道 然后vance呢是一条道 就很复古啊 闻上去也是那种回力以前那种味道 那种娇皮味 然后第三双呢 是咱们的最新的国产潮牌 李宁 这双李宁舞蹈 大家看在时装之后 已经看到了 而且很多老体在推荐我这双鞋 然后有很多很多的配色 本来我想选一些比较亮的配色 后来选了半天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两种主色 两种配色这种基本的鞋 然后仔细看它的做工和细节呢 都挺到位的 穿起来我已经试过这双鞋了 非常非常的舒服 可以说是国产的这种balenciaga 其实虽然我爸这两天过来 但是我还是很多很多事情 比如说明天呢 我将会去洛杉矶 学习一下我们服装的拍摄剪辑 然后下午还有个任务 给我爸搭配一身衣服 对于像他那个岁数来说 我爸50多不到60吧 不应该只是穿一些 平时他那些烂七八糟的衣服 虽然他觉得很舒服 但是我希望他穿的更年轻一点 所以到时候呢 我也希望大家能跟着我一起 给他搭配一身比较潮的衣服 好吧 那我们明天见 大家看我在什么地方 这是一个监狱 其实今天我现在到了一个 就是我的设计师 他自己服装品牌 一个拍摄的过程 我们今天过来呢 主要是向他学习一下 请教一下他平时拍摄一些经验 让他请了一个很专业的朋友 包括化妆啊 拍摄啊 还有模特选择 向他学习取经一下 他这个场地呢 是在洛杉矶的一个地方 叫Maywood 非常非常的帅 拍电影的地方 你今天拍多少件衣服 大概要有四十几件吧 差不多 四十几件 这是你今年新款的 不是这是秋冬的 几何图 然后这边呢 是他每一季的这个新品 很多细节在里面 然后呢 这边是他这个博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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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穿着你的衣服 今天 我穿着 一样的东西我们做的 就是像拍摄的 然后就像拍摄的 然后就像拍摄的 那是什么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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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我们两个人 几个人 她和她 和她打了 然后她就像我生日子 所以她就像 她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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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叫什麼名字? Eugene Eugene 像是中文名字 我們新一季的衣服就看你了 相信我 你一定會做好 很喜歡你們這些幾何圖案 所以到時候我們要搞一些 搞一些幾何圖案 對 這些幾何圖案 現在我們來到了洛杉磯有名的Furfect Strait 給我爸配一身衣服 我把我爸搭配成一個High Beast 這是咱們今天任務 本來想今天去Spring那個店 但是目前看上去已經關門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周圍轉一轉 看看有什麼衣服給搭配一下 好嗎 準備好了 好 我現在給我爸挑一些鞋在這邊 你喜歡哪雙鞋吧 你喜歡哪雙鞋 這裡面 沒看到 喬丹裡沒有喜歡的 這些怎麼樣 這些喜歡嗎 我試一下 一般 本來我們到了Flex Club 給大家拍一下我們買的鞋 但是那裡面不讓拍 所以現在我們要去另一個地方 選一下T-Shirt 長褲這樣子 咱們到這邊 好 而本來我想跟我爸一起到各個商店 然後在11天給大家記錄一下整個過程 但是發生了非常不愉快的事情 为什么事情总是不能按我们计划来进行呢 爸小点上 不管怎么样吧 我们还算是有收获 大家看 买这些衣服 我给我爸挑了两身衣服 大家看哪身衣服比较好 别忘了发评论和弹幕告诉我 321 go 不知道大家喜欢哪身衣服呢 就我个人而言 我更喜欢这身 其实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挺有意思的 因为我爸来到美国呢 我想让他感受一下美国的文化 而同时让他感受到这种年轻的感觉 所以如果过年期间 屏幕前的你不知道让你爸妈干什么 你也可以尝试一下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吗 当然没有 咱们接下来呢 还有今天这个视频的最重的重点就是 我要教大家怎么训练咱们的upper chest 也就是咱们的上胸 因为很多老铁在问我 就是说你的上胸该怎么练 其实我个人情况下 因为我的下胸比较好 我练胸的时候经常会练到下胸 不管什么动作 所以我尽可能的会做一些 让我上胸更孤立的动作 所以今天呢 我又请教了大宝贝 所以带我们进行了一个上胸的训练 我们话不多说 321 好 教授 我们开始上胸的距离 我们开始是 我总是开始 我会开始用一个软件 软件 让你放很多血液 最好有关于这些银件 是你能够得很高的 带 然后你能够 所有的各种角度 我说你精彩没有这件事 这件事是要描述你很多 这件事是什么 这件事是给你支撑一个 所以你觉得这件事是可以用起来的 整個方向盤是把握得到的,各個方向盤的方向盤 和低頭向盤的位置 然後低頭向盤的位置 現在右手向盤的位置 在調整的位置 這邊有了 這位要注意到這個位置 不可吃的是重大股 但這是真的好 為什麼它們感覺? 很好的,老闆 我們很快 然後我們會進入了一個時間 為止止的時間 讓氣增加了 A lot of you guys out there have questions about how to build a bigger chest. We like to focus on the middle part of the chest with a flat bench movement. But first of all,I always like to prioritize at least two out of every three workouts with an upper chest as a primary focus, the first major compound movement because this is going to build that shelf that starts right from the top of the collarbone, so that way no matter how much mass you build lower, you're always focusing on that real full look that comes with a really strong upper chest. This will be really cool. Okay, let's go on a full plate now. Got it. You want enough, Sean? Yeah.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we're going to start with our intensifiers now. Tri is nice and warmed up. We're going to do what we call a modified cluster set or rest pause. Rest pause is the old technique that's going to create an amazing amount of tension but that allow us to expand on aggressive heavy weight for set after set after set. So the time under tension under heavy resistance will be much more dramatic. Check this out. Sean, I want us to do five reps. Yeah. Rest for five seconds. Five reps. Rest for five seconds. Got it, Coach. This is a good one. This gets tough. Yep. Five good ones. Look at that chest.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rest. Five seconds.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Now we work. Yep. Now we work it. There we go. Squeeze che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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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ood. Right. During the contraction, his chest never relaxes. Five seconds. Five reps now. Got it. Never relaxes. One. Two. Three. Come on, Sean. Four. Five. That's good. Five seconds. Now we're going to go take four reps. Okay? F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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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r. Three. Two. One. Add it up. That's a shitload of reps in one set. All right. Now we're going to go to one of my favorite movements. It's an incline dumbbell fly to a pressing movement. Because of press, you can typically lift more weight. I like to do that as a follow-up. So we're going to start with an isolation movement. We're going to blast that isolation movement to the point of near failure. Then we're going to throw in the pressing movement. Which brings in the assisted muscles. So we can super fatigue the chest in the target area. With a target angle of the upper chest. So we'll pick a weight we can do about ten to twelve comfortable reps. Take those reps to failure with the incline fly. And then we go to the press. Chest up. Shoulders low. Palms parallel. Slight bend in the elbow. That's it. Chest up. There you go. Focus on that chest. The whole time. Squeeze. Nice form. Four. Now we press five. Keep them close. One. Yep. Whatever you got. Two. Three. Four. Five. Give me a full range. Go. Give me one more. Yep. Go. Yep. There you go. Nice. Good. Four. Good work. Set one. Two. Five. Five. Three. Two. Three. Eight. One. Two. Two. One. One. It's one. Two. One. One. you notice the vector of force is perpendicular to the spine that would be similar to the setup on a flat bench press he's got a lot of fatigue now because of the heavy things we've done and the volume so we're not going to do free weight today we're going to focus on machine that's still going to target through that middle part of the pec 3.. 左。 dos。 克気。 6.. Quindi Вы driver這邊,做了お層次樓的ñ暴 Marcel, quindi要回答一下 第一个加强力的重力是这种力量 因为这种力量的力量的很健康 就是为了可以knark重的力量为重力量的重力 我们的筋量量的重力部分进入200克含程和需要需要余力量的重力 起来这种运动的速度是从那种力量的维持过程中的迫拍摄 这根据是很痛的,他会魂的感到很停止 我们会增加到的点位置,我们慢慢倒下去 到了 我麽快uchs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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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 espejじ honour的一下 oldest, four, good, five super strong good, catch it five, let's work five. Vide them all up good through all angles. We're gonna go back to the cable for cable crossover through a decline angle because we haven't really hammered the decline. But we're gonna do it with a long range of motion, 15 reps, 2 sets, put a lot of blood 在那裡,真的要修理一下, 從所有的瘋子和瘋子放在那裡。 一件事我看到有些開始做的, 耳 blood小球, 持多雙晨在腿上 barre besidesthe方。 我們不能動乍地干 Corана, 和把你的�anks 프리圍iceps靠成。 這個方向 cannot包到所構成的盲筒、 但是麥的手指令吸引它們 naarowant。 過來到大腿的腿。 然後開始expert移 screwed。 還有一個enas寬恥嗎? 我越來越獄是tr地的 painful在頭部。 我讓人留在睬腳中開 happen… 即便需要重复一下。 我刻判回來前提到這部分。 腋膝的節奏就是腳上的 broke, 上位上的腋膝的腋膀横向上的腋膊 它沒有那麼緊張的腳那麼平臉 會相當保持很緊張的腋膀 脊膀膀的腋膀。 現在 Looking at窩膀横向上的腋膀横 有在這裡握上血腿了 這不重要的肌膀, 有力度成功的腋膀膀。 老腹肌肌肉以相當有努力的 不就很乎 不直接 prev知 重复曲 一篇 할中央 你Run 很快 都ację开 你可以 滴 readers 因為 腿抬 很贼 它被开 安全 用 vi 肌 今天大家看到我们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上胸训练 然后掺杂了一些下胸和准体胸部的训练 然后现在我问一个困扰我已久的问题 然后问一下教练 所以教练,我有一个问题 有时,我训练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很棒的练习 我冒了很多,我感到很高兴,我饿了很高兴 但有时,我没有感到育成的 这让我感到很惊讶 因为我没有感到有更加增加的练习 有什么问题吗? 我认为你提及了很多东西 你说你吃得很高兴 不像是不完美的,我认为100%的训练 对,我认为是 fondo,我认为你看着的 主要是一个人的 所以,如果要加弱的专业 你把所有的身体拥放放入所有的身体 的位置可以 就会加热,是什么效果 确保持什么完美的 根本的困扰 但训练习了 的目的目的理论 you get stronger you get bigger you get the results you want and then you find that the results are diminishing you are not getting the results over time right you have to look at ways where you can increase the stimulus to the muscles and pay ver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food the more you get used to weight training the more your body gets stronger the harder it is to stimulate growth beyond your normal stimulation so we're talking now about intensifying the training one of the things I always like to say is the muscles are all all of the muscle fibers are like a light bulb they're controlled by a switch right when you walk into a room you can turn on a switch we'll put on one light bulb or if you turn on two switches maybe we'll put on two light bulbs brighter light for the room in your chest your mind tells you to push against the weight your mind will flip on the switch for some of the muscle fibers to contract but the body is lazy the body will only contract the amount of muscle fibers needed to push the weight that's why in the beginning in the young phase of training you put on more weight you will turn on more muscle fibers but after a time the body gets stronger it will not need all of the muscle fibers so you have to think of new ways with a given weight to stimulate all of the muscle fibers once again to continue the gains coming does that make sense turn on the light turn on all of the light switch every time you make contraction right you want to mix up the different types of reps explosive reps negatives peak contraction squeezes time under tension drop sets giant sets all of the intensifiers that we have used in our countless training sessions together those are ways to intensify the training to dramatically increase the light switches pulling on or in other words to dramatically increase the stimulus to make the muscles again respond to training yes chinese new year coach新年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thank you happy new year you guys 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大家看到我跟大宝贝 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胸部训练尤其是对上胸的刺激希望能 对大家有所帮助啊其实我每次都跟大宝贝说每次跟他训练都像是第一 天跟他训练的时候那样在非常安全的情况下还能让我最大化的破坏 我的肌肉纤维就像他讲了嘛你像一个灯泡一样把你的所有的灯泡都打开 尽可能多的让你的肌肉纤维参与发力这种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其实自从我跟大宝贝训练以来呢除了我个人得到了非常多的好处 包括我的形体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健美知识有些提高之外呢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进到SD附近远到洛杉矶其他城市甚至其他国家的小伙伴 经常有人飞过来专门找大宝贝训练 其实呢一直以来我的愿望也是不仅是我个人能够一直跟大宝贝进行一个训练 享受他这种30年来训练的知识希望更多的小伙伴能够得到大宝贝专业的指导 那今天如果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话可能是咱们初三吧 那祝大家新的一年事事顺利心想事成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